哥罗斯卫星通讯社23号援引俄航天集团前总裁罗戈金的话报道称 顿涅茨克民间武装士兵成功夺取了乌克兰军人使用过的星链卫星通讯终端设备 罗戈金表示空间通讯设备是一个特别的主题 乌军使用的星链空间通讯系统对俄方造成伤害 现在俄方将这些设备缴获 星链是新一代卫星网络旨在通过卫星为全球提供高速互联网接入 自去年春季以来美国太空探索技术公司将大约2.2万台星链终端交付给乌克兰 星链可在乌克兰发生大范围断电和断网的情况下提供网络服务 据悉与此相关的开支高达1亿美元 美国国防部表示 他们认为有必要使乌克兰军方继续拥有空间通讯设备 针对美国此举 俄罗斯总统普京曾表示 如果美国商业卫星在俄乌冲突中帮助乌克兰 俄军有足够的理由把星链卫星当作军事打击目标 俄国防部也警告称 虽然星链卫星在太空中 但俄军有足够的能力将其全部摧毁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